上井玩家请在五秒之内举手示意 五 四 三 二 一 天亮了 本球戏全员上井 警惠流失 四号玩家请亮蓝灯 昨夜 熊没有咆哮 平安夜 随机点数十 由十号玩家开始逆序发言 九号玩家早发言准备 十号玩家请发言 后死回了 最后一秒才举的手 但是因为感觉 真的后死回了 要不然就我一个人搁锦下了 起码咱有锦辉 这板子咱真往后 就是女巫或者猎人拿锦辉吗 现在都是 啥也不是了 好吧 然后我自己底牌是好人 然后 我自己看了十一十二 我觉得还好 尤其是十二好牌 因为最后抽牌的时候 就剩我们四个了 我拿的是最后一张牌 我是王哥的臭手 打萌郎 一摸一个打好人 我就还 还好吧 我觉得十一十二都还好 而且熊没有咆哮嘛 那第一天肯定就不从熊两边出了 就从外边出吧 我自己觉得十一十二还好 所以我就盯紧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好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那你说这个板子 熊会不会不跳啊 它没叫 它会不会不跳 它一定会跳吗 就这点正迷糊了 好吧 反正我的底牌是好人 如果九十一起跳熊的话 我就会对九十一比较偏向吧 但是这个板子 如果有队跳的话 那有可能 那个有连狼 因为熊没叫 那个狼要把旁边的狼队友做成好人 就只能巴巴这么多 别的也没什么了 过掉 叫换家请发言 大家好 我是熊 本局游戏你们可以称呼我为 Teddy Bear 这是我本局游戏的代号 Teddy熊先生 然后以致我没有咆哮 但是我找尹狼的时候 你现在就是尹狼候选人 好吧 就你 你把十一十二都保了 他也是精水 我没有咆哮嘛 精水精水 你说十一十二 刚刚刚刚全精水 那边刚刚刚刚刚 全是狼 你保十一十二 说什么九十一对跳 反正我验出的精水 就是他已经发过言了 这次也不会再犯那个什么 不知道只有一轮发言的错了 然后八号玩家 我只是验了一个精水 高志位我都听不过发言 前志位我听了个时 我还觉得他像银梁 我实在找不到归票 就是你们可以能站队编我 但是莫志位我找不到一个靠谱的人去归票 因为我不知道十一号玩家是什么身份 我也是偏高志位发言 对我们好人来说 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 其实八号玩家跟十号玩家这个位置 我是验出的精水 他们也有可能作为尹狼 十号玩家我听他发言 我都没有觉得他一定是百分百 我验证的好人 但我希望至少大家在第一轮 首先认下我是熊 然后不要在八十里面投 因为不是找尹狼的 如果熊没有对跳 我觉得这把我高志位跳完熊都不会跳了 因为就身推好人的票都乱飞 狼人的票是集中的 所以比较难 因为这是发言顺序导致的 所以八号玩家 如果你是好人 希望你发挥你十点五成的功力 找一个人就订他 把他投出去 好吧 你就订一个 我就先是猜一手你是好人 好吧 因为我感觉你不太像尹狼 你刚才那个表情反馈 然后反正你是我验的 大概率的精水 你就找一个人 就抿杀了那种人 我们今天就把他投出去 好吧 要不然没办法 归不了票呀 没警徽呀 别的就没啥了 众人就交给八号玩家了 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这也太离谱了吧 你确认你不是平民跳熊之类的东西 只有一轮发言 九 还行吧 因为我自己是好人 但我真的没听证实 我真的没听证实 所以我不太排除九十 但如果九十是同伴的话 为什么十不跳呢 问题在这 因为十号玩家说 后面的熊有可能不跳 这个发言我是不太理解的 因为熊没有咆哮 它两边有两个 精髓也好 胆症也好 起码 你就算盘影狼 也肯定能排掉一个坑位的呀 所以 那个十的发言 我真的没有听 一定是好人 但九只会这几条熊 我自己确实是好人 如果后面没有对跳的话 那十就往后排一排嘛 怎么也不上今天的轮子 那后面有对跳 我可能会听一听吧 因为不排除九十是同伴的这个 嗯 九的发言 说让我找一个 你要是真熊 前面是你的一号胆症 我是二号胆症 你要我找一个狼 你就怎么找 我告诉你 十不一定很像好人 我说他是隐狼 你跪嘛 对吧 敏牌 我开牌就看了十二 我觉得十二还行嘛 我觉得十二还行 但也只是敏牌的东西 你不听他发言之前 你没法说我这里 归票权交给十二 肯定是不可能 如果你是单边熊 那我只能说今天十不上轮次 然后自由投票 只能说自由投票 因为我也不怎么命人 好吧 然后如果有对跳 我真的再听听 因为我真的没有听 十一定很像好人 因为十说让熊不跳 这板子都没有咆哮了 怎么可能让熊不跳呢 这个发言我有点没有理解 好吧 就看有没有对跳吧 没有对跳呢 就 呃 我是名好人 九是名好人 十是半个好人 就在外周一投 对吧 也排了三个位置 能说啥呀 这个板子有的时候好人 还真的 对对对 在井下 多在一带 但我是觉得这个板子 我上井是因为 我感觉这板子在井下 没啥意义 因为井上经常是恋人 拿井回 我就说上井多发发言 嗯 就这样吧 然后如果后面没有人 跟九对跳 那就自由投票 好吧 我过了 七号人家请发言 我觉得 十二号一般 就是觉得十二号一般 其次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 哎呦 嗓子不好 是这样 你看 如果没有人对跳 没有人对跳 九号玩家是单边熊 那么八和十里面 就算有引狼也没关系 都按好人打 我自己又是好人 所以七和十 如果都是非狼的 那么六和十一 极有可能出狼 我没有听过他们发言 我暂时拉一个PK 就是61PK 因为我自己是好人 因为你这 你也听不出来 谁好谁不好 我看着十二号一般 那也只是单独是看着 你说我今天就在这 订票归十二 那也确实是 有点没有道理了 对不对 我也没有 没有这个实力 但是 所以我认为 六号和十一号 我这个位置 就是听完前面的人 那我就暂时拉一个 六和十一的PK 但是一会儿要有人 真的又跳了 那我们就是从 比如说一会儿 谁跳 我们就在分辨 但是如果没人跳 我建议是可以 六和十一 我们仔细听一听 我可能好人 所以你看 我这个发言很好 因为我们都是 连着的好人 然后 其他的还能聊什么 对 还有就是我们这轮的发言 一定要认真发言 因为我怕有人不知道 我们这轮发言 十一号半天 我们就直接就开始投票了 投的那个人就出去了 没有景上环境了 我怕又变成上次那种 以为是景上发言 然后随便瞎跳个身份 结果 对吧 所以你们后面 不要乱跳身份 因为别人会当真的 其他的还能聊什么 没了 真的就看情况 9号这样8号人家订票 8号也不订 我就接着8号那个说 我们反正现在目前来讲 你们如果要是信九十熊的话 我们就都是好人 我们都是好人 就是外之为出 好吧 我建议着重听一下六和十一的发言 其他的还能聊什么 差不多了 就这样 我过了 6号人家订票 我没有觉得7很像好人 因为你好像打了一下12 打了12 你就觉得他是影狼还是小狼 如果他是小狼牌的话 我觉得80的发言 应该会稍微怀疑一下 尤其是10号人家 因为80我都听到 都给了12名的像好人的信息 其实我在想假设 我可以觉得你们俩都是好人 但是假设 九十一个熊 你们里面出影狼 那我就会觉得 10的发言里面告诉我 是11 12 他说都看着多像好人 那11 12可能有传递信息的小狼牌 这如果是影狼 我没有说打10一定是0 那如果80的话 8只给了一个信息 就看着12像好人 也可能也才给信息 所以我觉得像一下 如果是一个 这28点的好人的话 我觉得他是可以说 比如说 如果61都是好人 那61就去往那边挤 可以聊这一段 他好像他直接想拉61的PK 所以我没有觉得 他聊12那一段 以及拉61PK 没有往下延伸这一段 我没有觉得很像好人吧 10 反正我是觉得 8说的有一句话 是有道理的 不管10是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 真正的好人 还是引导什么的 今天肯定不上轮次 10唯一的那个发言的问题 其实只是一段 说熊可以不跳 不咆哮什么这样的 熊肯定跳呀 熊肯定跳 因为已经 已经是给了信息了 说没有那个咆哮的信息 等于是两个精髓 咱们又是抽的牌 就这么巧 熊边上就有引狼 怎么着都得跳 至少第一天排了两个坑 没道理不跳的 这是实际度 发言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这一轮 因为你看 9号年那个位置 只有自己一个 疑似精髓牌发言 他肯定定不了票 我自己是好人 那我 我自己觉得轮次 应该是 莫之位的 十一十二 不是说是你们的轮次 是你们 要找疑似狼人排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 你们找的是狼 我会跟着你们投 我跟着你们投 这是很简单 如果你们自己 本着我听了下来 我就直接就投你们了 但如果你们自己是好人 还找的也是个好人 打的还是好人 那哥们就只能自己来了 只能自食其力了 我觉得轮次是这样子 因为发言 因为没有警徽啊 你只能这样子 不然你怎么投啊 就往哪投啊 没有一个好人在这边 会把自己身份跳出来 说我现在定票 没有这个能力啊 你说实话 我也现在到这个位置 我也觉得七号牙不好 我都没有办法拿死 七一定是狼 因为七号牙拉的是一个 六十一的PK 我没有听过十一的发言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七一定是不好 一定是狼 我说我今天是好人 我立个身份 直接把七投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我说 我觉得是莫之位 至少是你们十一十二 那个位置去找 以色狼人排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定死 一定是十一 比如十一是好人 你来找个人PK 什么这样大的 因为你的水 就是能力所欠吧 因为如果你是好人 你也有可能找的 不一定是狼这个事 其他没啥说的 我是好人 然后我觉得 八十一 八比较偏向一个好人 然后九号牙可能是熊吧 九号牙可能是熊吧 过了 五号案家请发言 这么一圈过去到十一那 咱们就直接投票了 那么如果他在莫之后 跳个熊 我还在一秒钟 只能还得给一个反应投票 这是什么怪东西 本来收集就这么难了 我在家看你们关事 想我太高兴了 我是太棒了 原来自己还会遇到 这种少一轮发言的剧 那狼也太好赢了吧 按照这局 大家就说 我也不知道 我们前程发言都蛮好的过掉 这不就滑掉了吗 第一轮怎么也就活下来了呀 我确实是个好人啊 我没有觉得七一定是好人 因为他像那个贪 那个蛋饼一样 他说这一片是好人 往外折就有可能有狼了 那这半面桌子上 有没有可能还有几只狼 所以当然我 我没听过十一发言嘛 我觉得是不太会有人 在没咆哮的情况下去 对跳 因为之前是不跳的 对吧 然后呢 我确实也没觉得 十一定是好人 因为十说他什么 123456789都要听 确实不太像 但是那个八跟十 不是他们的轮次吗 对吧 人家是 是不是 也有可能再更新一次嘛 对吧 更新更新 那么后置位呢 你看 但是有一点是 后置位大量产狼 直接压力给到 因为我底牌是个好人 我也开始摊蛋饼 因为从我这边 往你们那摊 我因为 十一我没听过发言 我们从 那九号玩家是熊的话 八十确实 要么一只狼 要么就是两个都是好人 然后七号玩家和六 因为七打了六 你有可能是出一个狼人吧 对吧 那我自己是好人 所以你们后置位就是 大概率要开 两到三只狼 所以后置位的发言 如果觉得里面有 这个这也是个排位置的方法 因为你听的发言 以及位置嘛 所以后置位有狼 我会在后置位投 嗯 好吗 然后 那就 基点是九号玩家为熊 对吧 那这里面还是穿插好人的呀 你们发言就行了 我会在后置位投 因为我觉得狼开在后置位 大概率的多狼啊 位置 我是好人排 其他就没有了 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也是好人排 然后 我景上其实听那个 我从第一个说吧 我觉得十号玩家 第一个起来发言 他 在心态上我觉得偏好的 因为他说他是最后的一秒钟才举起了手 他还有点懊恼 他在想 如果不举的话 可以还可以投票 可以多听一轮发言的机会 在心态上偏向一个好人 然后他那个位置 是直接保了 试一试啊 诶 怎么这抽牌 观视角 我想想看啊 是不是可以当 当 当网杀 打一把 诶 我以前这么玩过 所以 如果 当然我认为 如果九十个单边熊 狼不跳的话 我觉得狼队 空间会 不是很大 我是觉得狼队会跳的 啊 我只猜测 因为我也觉得后这位产多了 因为前这位 我觉得六七可能会开一个吧 起码现在我认为六号玩家可能稍微好点 因为 我听十号玩家传递的信息也是 他觉得十一十二十号人 就很像是在传递信息 然后八号玩家传递的是觉得十二十号人 在八跟十都觉得十二偏好的情况下 七号玩家打了十二是一般 却没有去重点聊八十 这一点上 我跟六号玩家的听感是偏向的 所以在六七里的区分 可能是七 现在的发言比较不好一点 然后我觉得六偏好人一点 然后五号玩家你觉得 同样觉得七不太好 但是你要在后这位抓狼 如果你已经觉得六七里面的 不太好的是七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决定了吧 就不至于往外面摊大饼 直接摊 一二三四十一十二 那咱再回来网插逻辑啊 九号玩家如果待会真的不跳 那八九十 先不盘引狼的格式就是三个好人 那坑直接是挤的 七跟十一十二 七号玩家拉的是六十一 那个我是会重点听十一十二发言的 如果听十一十二真的都偏良性 还真的是可能是 一二三号是缠作狼 但是三号玩家紧钱开牌的时候 我抿他 我只抿了一张牌 就是三号 因为好像大家都是偏亏里看牌的 三号玩家是直接看牌的 他直接看完牌之后 有一个比较嫌弃的表情 所以我比较想知道你比较嫌弃的那张牌是什么 待会就听你发言 我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前志位六七对比是七没有很好 然后五觉得七不好 却要在后这位归 所以五也不是很好 前志位我觉得是心态上像好人 如果九十单边雄的话 我不太想盘八十里面会开那个引狼 首先 不是 也是概率不是那么大 所以我会重点的听十一十二的发言 然后听完十一的发言 我会投出我那一票的 我是好人 我过了 张好家新发言 我听明白了 比谁滑水功力比较深厚是吧 哟 我说这个话居然没人笑 完了 我不会自己成为那个抗推卫吧 应该不会吧 我想想这个问题 怎么个意思啊 今天怎么就 就矛头指向七号玩家了 莫非十一号玩家是个好人 七号玩家是一个很张狂的狼人 反正先这么一圈都到十一 十一也不太敢归期吧 十一今天起来说 我是莫之后的好人 我们今天就订票出七 因为我是好人 他打错了我 他也没这胆量 所以七号玩家这么发言 然后被后助委全逮住了 那狼去哪了呢 这个肯定不行啊 你们说了半天不就是 前面也不知道 后面也不知道 九可能是个真雄 就七不好 那七他就一个狼 一个狼 把全场全打了一遍 先把六十一打了遍 再把那三个人 一起保一遍 然后把 把锅甩到我们再来 不像一样 但我没有任何 帮七说话的意思 OK 我只是觉得 这个格式怪怪的 当然七确实有可能是狼 因为 但七如果是狼 十一我就倾向于是好人 给你的压力拉满 因为你不太敢归期 然后六对十一的这个对话呢 我又觉得六没有很像狼 六对十一那个对话 说本来就是 你自己也不一定区分得出 十一号玩家是个什么身份呀 这也挺难玩 那我们就简单一点 十一号玩家拉个人归呗 你如果拉好人归 那你自己活该出局嘛 对不对 比如说十一号玩家 最后说 我今天听三号玩家很像了 我跟三PK 你不出局了 如果你出局是个好人 那肯定你自己的问题 是这个道理吧 然后 一号玩家跟二号玩家 一直没有被提及 我先来尝试 跟你们沟通一下 他们 因为他们很坏 他们就 就是越往后面发言的 压力越大 就越来越急 越来急 我觉得前面都挺好的 就越来越急 越来越急 但我不想做这么一个人 我会觉得 一二里面 可能是有那么个狼 但我不知道是谁 我比较倾向于是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 在七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我总觉得你知道点什么东西 心肯定的样子 你不要跳个熊吧 一号玩家 我听他们前面的 说话的逻辑好像是 不大会有熊起跳 但其实九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没有特别好 我是这样觉得 好吧 九号玩家又觉得 石有可能影狼 有好人 又让八归票 那说白了 你们三个 你自己底牌是熊 就是三个好人 在前面发言 根本没人能归票了 那你咋的 你让十给你十个眼色 或者让八给你十个眼色 大家归个谁 最后归票的时候 八号玩家 这样 就把十二归了 这样就把十一归了 那不然咋办呢 那没好人呀 对不对 我不知道 那我的三分钟 也聊满了 聊满就差不多了 是大家差不多了 我听听 自己偷自己的 对不对 这才是个凭本事的时候 过了 各位大母老师 现在是二十点整 进入到我们八点到九点 打人机票的时间了 希望各位大母老师 能帮我们送送人机票 一起来冲击一下 本小时榜单前十名 下方礼物 先端点开之后 粉丝想卡 第一个礼物 一毛钱一张人机票 最多单小时之内 每个用户 可以帮我们送满 六百票有效的人机票 感谢大家送出人机票 谢谢 二号玩家请发言 你有没有提 你自己发言 你觉得很像狼啊 我是觉得 前这位发言 最像狼的就是你 对你画了一个大拳 他们是烙饼 你是画圈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上一周 跟你打的时候 一直打错你 那我就点你一下 我真的觉得 前这位你真的很像狼 你觉得六号像好人 我真的没听 这六号玩家 一定是好人 我觉得六号玩家 前这位比较像狼 然后但可能 我打六的话 会逆着三四五 这样 这样的手打吧 但是我是真的 没听正六 因为石前这位 他确实是被全场打 他说的一个逻辑是 他说狼可能会跳 因为熊没叫 连狼的话 可能要做自己 狼队友的身份 六号玩家的观点 也是后置位的熊 可能也会对跳 我觉得九发言 还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 他有一次地化的嫌疑 地化后置位的狼人 要跳一下 而且他去打石 石觉得可能会跳 你也觉得会跳 那你为什么会去打石 所以前这位 我没觉得六号 玩家很想好人 然后我听五号玩家 也一般吧 因为你说六七里面开一个 你觉得十不好 七保了十 六去打了十 也打了七 你为什么会觉得 六七里面开一个呀 所以前面觉得 三号五号不太好吧 然后十号玩家 我觉得可能是身份牌吧 因为他那个发言 只有两种身份 要不然是尹冷 要不然是身排 他是平米的话 不太上 不太可能上来 包两个牌 然后我觉得九号玩家 很像熊 后置位跳的话 我应该不会信的 然后十一号玩家 如果你要跳熊的话 你不要在最后一秒跳 就是我要过麦了 聊完逻辑就是说 我是个熊 我过了 反应不过来 根本反应不过来 你不要那样子玩啊 不管你是什么牌 好吧 然后听一下后面的发言吧 至于七号玩家 我觉得像好人的点就是 他会逆着八的手去打 然后还前这位 归了六十一里面开朗 那肯定会 如果后这位没有熊跳的话 那肯定会参考七号玩家的意见 他是前这位 比较偏前这位发言的牌 没必要把自己打成一张焦点牌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七的好人面 我听一下后面的发言 我是觉得六没有七号玩家好 我过掉了 一号打七发言 我是听前面对象狼的表象五号 因为到我这个位置没有人跳熊 我也不知道十一十二跳不跳 反正六七的意思 如果他们两个里有狼 应该是第一话后面不要跳的 因为他们两个是直接站边九号 而且又没有景辉平安夜了 我觉得他们两个 如果有狼的发言就是 九号是熊 因为他们两个都站边九号 九号是狼的话 他俩一会就都打包出去了嘛 然后五号是说 七号是狼的点是 他说他在摊大饼嘛 那边都是好人 这边都是狼 他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 如果五号觉得七号是狼 那七号拉的六号 十一号PK可能里边就没有狼 然后他觉得七号是狼 九是熊 然后八号十号第一天不动 那你看 后边就只剩十二一二三四了 他就说他的观点跟七差不多 但是他说七是狼 所以我前面没有觉得五号很像好人 然后三号 你要是狼的演技也太好了吧 然后说比谁能滑水 哎怎么没有人笑呀 有没有可能是你狼同伴听 你发现笑不出来呀 然后你说我听七的发言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样 你给我表演一个 所以你打我的点我也没理解 然后十号 他保十二号当时是说 他拿了最后一张牌 哎说是个好人 十二号也拿不到好人 他自己拿 他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把十二的牌拿了 所以十二是好人 这点我也没有听明白 所以当时我觉得他很像狼 然后但是后来 你看六号七号 七号没有说十号是狼 然后六号提了一下吧 嗯打六号再听一下 其实这要是在外面的线下局 我就头十号验一下十一的身份 能定一下七 软定一下七六 但是这个桌子我不敢 所以我们就最后自己投票吧 因为我现在都不知道后面还要不要跳凶 我是觉得听完前面发现好像 好像没有人跳了 那我就听完十一事发现 最后自己投票吧 我是听完前面 我觉得最想当时五号 好过了 十二号加情发言 我要求换位置 因为我本来已经想好了很大一线逻辑 但是我听完一号玩家的发言之后 迸发出来的灵感 我必须要调调 我不知道你外面是哪里 天王老 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可能是投十验十一 如果首先一个问题 如果真能验到的话 我们也是投八验七 然后晚上把八投了之后 狼会杀九号 他晚上是验不出来人的 就是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你的意思就是白天先投一个精水 晚上杀熊 这是你握着位的发言 当然肯定你有你过人之处 你平时没能坐在这边 你肯定有过人之处 我先把边叫了 就是等会他跳熊 我就投他 我是精水提前反水 因为没有叫 我为什么要上井 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板子呢 发言要多过于投票 对吧 我觉得多发一轮言 要比井下投一轮票好 然后我要开始奔发我的灵感了 一号玩家 谁愿意谁弄 好吧 这个东西我不能说 这个正常来说 如果在外面玩 我就投你了 不 在外面我们两个不能在一桌玩 肯定不可能 那我们就定个轮次 十一号玩家 你听六十好人 就投七 你自己跟七皮给 你听六十狼 你跟六PK 因为七说的是六十一里面出了 这简单吧 这是强队里面 好吧 后面的发言我不听 然后 那个五说的是后面产多狼 群群老师 我刚才数了一下 你后面之后是六个人 多狼是几号 你几个人是两 两个狼是多狼还是少狼 你等会起来跟我说一下 好吧 别的没有了呀 对吧 这个是强队里面嘛 因为七说的是六十一PK 而且李斯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 十一号敢不敢 拉七PK 敢呀 出去的一定是他呀 你可以试试 好吧 你没经历过上周 你经历过吗 就七作为一个好人 保过你的同时 就是你投胎一下 这个心 那时候 不懂不懂不懂 那种感觉吗 而且他留一言的时候 说我不是了 哎呀 七号 你以后要说我不好 不要说看的不好 你起来就说 十二号 今天我跟你PK 我们两个P一下 我在后组会发言 你试试 好吧 不要看 哎呦 有可能打错你 哎呀 看的也不一定准 别人看的不一定准 你看的肯定准 好不好 30秒 然后 今天就是他发言 如果他认为六十好人 那就 那个 头七嘛 因为他肯定会拿七PK 如果你认为六十郎 就六十一PK 这没毛病吧 然后金鱼老师 第二天活着 我就默认他跳女巫了 好 就他只要活着 我就默认女巫 觉得他的发言过关了 这个等于听吧 我就不盘他了 这个懂吗 因为在逻辑方面 他肯定死了 对吧 别的我没有了 来吧 展示 过了 11号 我自己是好人 视角肯定是六七PK啊 因为七说六十一有狼 我是好人 要么他点了六十郎 他自己是好人 要么他是狼 点了六十一两个好人 我是好人 我视角肯定是六七PK 我自己为啥要上PK 有好人能拉自己上PK吗 我觉得三号是狼吧 他发言前 第一句发言说 比比谁更会划水 好人不会想划水啊 那只有狼想划水 混过去第一轮吧 而且你 你压力我没用 你说我跟你PK 我出局了 我只能怪自己 那你飙好水 不让我拉你PK 不就行了吗 我能不能是狼啊 我能不能是狼 想要抗推你好人啊 所以你这发言 我觉得你开眼 我觉得三是狼 然后你说了半圈 你说七 那前面就找到七一个狼 我不是在为七说话 你就是在为七说话 所以我觉得你很像狼 然后一二 我听的都不太像狼 一号虽然说什么 在外边玩 在这玩 但是他今天说初识 他是狼 他没必要说初识 因为大家都说了不初识 我觉得他是狼 不太会发这个言 然后二号玩家 你记错六发言了 他十号说 他觉得熊可能会不跳 六说熊肯定会跳 因为可以排两个坑 你六没有说 那个十没有说熊一定会跳 所以打六的电 可能你听赶上六是狼 但是至少 发言上肯定不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你也是狼 我觉得十二也是狼 那你都说了 你说我听六是好人 我就找七PK 我听六是狼 我就找六PK 那你又跟三说 我找七PK 出去的肯定是我 那我找七PK干嘛呢 我是好人 我不就不找七PK吗 所以为啥 我就一定要找六七当中的PK 我是好人 你可以不知道 我是否为好人 那三个 你知道六七十一一定出狼 你听证我为好人 你的视角是六七PK 为啥我跟七PK我会出去 因为你会帮起虫票嘛 所以我觉得你比较像狼 然后一 而且其次是我听一 不是很像狼 他说一晚上你就吃毒 不是女巫 他就是 我听一没有很像狼 所以我会拉六七PK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狼 十号 如果你是狼 十号就很像尹狼 保十一十二当中一张牌 传递信息 因为尹狼可能知道小狼号嘛 我自己是好人 所以我比较敏感这个 但是我可能还会 今天肯定也出不到十嘛 然后打十的人也不少 那我视角里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自己是好人 没有了 然后我觉得 三七十二 像狼 我拉六七PK我过 所玩家发展结束 官方请贷推 做好投票准备 请贷推 本九期警惠流失 所玩家请自由投票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 投票给十二号 一票 二号 三号 七号 九号 投票给六号 四票 四号 八号 十二号 投票给十一号 三票 五号 六号 十一号 投票给七号 三票 十号 投票给四号 一票 六号人家 四票数据 请发表一言 不是不能投我呀 但是投我的话 这哥几个 我后面一串葫芦娃 怎么把 先把爷爷给投了 不去投一下 后面的葫芦娃吗 那一根腾上七个吧 他妈 对不起 怎么 怎么投得到 我是觉得 十一听的没有很像狼 而且我其实不是那么在乎 十一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后面的发言之后 我觉得七肯定是狼 因为如果后面没有人救七的话 我会觉得七可能是好人 可能是好人 你是狼 我会想这个事 但明显在二三那个位置 我是觉得明显有人出来去救七了 然后三的发言的确是挺像狼的吧 二也很像狼 二人家发言 十一说了 你的意思是 我跟十的看法都是一样 什么会有对跳 什么东西对不对跳 他说这把熊别跳了 他说熊别跳了 平安夜 没有咆哮 他让后这位的熊 当什么 当景嘉玉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藏着了 然后我说 他这个看法不对啊 我从来没有说过 本游戏狼会不会跳 跳不掉关我啥事啊 跳不跳我都觉得酒比较像 酒投我 我是蛮 随便吧 也无所谓 正常 正常 本色发挥 我看看 票刑是四八十二投了十一 我就怕 我就怕 十一是狼 把我骗了就比较尴尬 但是我自己听的没有特别像 我想想看安排一下工作 呃 除了我之外 五号玩家 还有一个是谁投了七啊 还有谁 鸭子有点想不太起来了 十一 哦 还有十一号玩家 那就十一号玩家应该是好的 呃 我给女巫读人的目标是 二号玩家 三号玩家 以及七号玩家 然后给了这三个目标 就如果你不敢读七 你想留着七明天发言会怎么样的 没关系 然后我不觉得我不认不太认同 十一号玩家说的二号是好人那个事 因为二号人家 他是纯为七号玩家说话 他是纯掰着发言打的 就是 我不太懂 不太能接受吧 因为如果他是好人的话 能发出这样的言 那坐坐在干嘛呢 对不对 坐坐在干嘛呢 就完全不听发言吗 对吧 这也不是听烟了呀 那这二三七的狼的品种 比如说谁是大狼 谁是小狼 其实我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定的 没有办法去判定的 然后现在的是 因为十二号玩家毕竟没投我 所以在一点零的逻辑里面 我就不盘 就不盘十二是一个什么 那什么小狼 然后八十没出影了 我就不盘这个事了 好吧 明天交给你们去盘了 然后我底牌是一张平民牌 底牌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但是女后还是得撒读 还是得撒读 然后因为他有可能会盗名的 你不撒读的话 有可能会 你需要排坑的 然后我给的位置就是二三七去读 然后我也不去指哪一张了 那这张过了 那好 在演结束说发动性能 五四三二一 天黑请闭眼 各位大毛老师 直播间正在翻放福袋 所有大毛老师都可以点击参与一下 如果中了福袋 各位大毛老师 记得帮我们送送人机票 我们正在冲击人气榜单的前十名 现在已经过去了15分钟的时间 我们在第九名 希望各位大毛老师 帮我们一起来继续守护一下 我们今天的榜单前十名 感谢大家送出的机票 谢谢大家 有能力大毛老师帮我们600票拉满 狼人起睁眼 狼人起选择击杀目标 我 让泪滤热在舍起斑驳的情线 让自己不感到没有遇惨身边 可不想谈难 对不到深山 想尽于孤单于想念 愿意满意回的自由 我们的对白借口在每个角落 你能参丽一起 却把回忆留给我 你能不能去抱住我的道 狼人确认请闭眼 你离开后我的世界好像活虚了 尹狼请睁眼 剑你的带刀状态为 请选择击杀的目标 尹狼确认请闭眼 与巫请睁眼 今夜刚好搭配击杀 使用几条线给出手势 使用独要紧给出手势 对每一人说 我都爱了 出生的世界 有的 全部幻灭 都有你的 像我该要做 女巫确认请闭眼 身上最深的 叶人请睁眼 请确认你的心动状态 我只想 叶人确认请闭眼 有什么关系 做完大家请整理表情 321天亮了 昨夜熊没有咆哮 昨夜双死 死亡顺势不分先后 9号12号倒排 没有遗言 受发动技能 5 4 3 2 1 9号12号请灭灯立场 本周期请会流失 随机点数10 由10号人家开始 逆续发言 8号人家组号发言 准备 10号人家请发言 虽然 蜈子眼查一下好吧 蜈子有大问题的呀 那鲸鱼是女巫 只有一是女巫才能读到12 或者11是女巫 只能11离开女巫才能读到12 我不觉得12是狼啊 我觉得四是狼啊 四号玩家如果他不在狼队 那狼能放着四在那儿 随便发言随便点忙 场上一个点四的玩家都没有哎 我都很震惊哎 我觉得四是大萌狼啊 那昨天的票不对吧 七的头上只吃了三票 对吧 五一票六一票十一一票 对不对 他的头上只吃了这三张票 那场上是有四个狼的 所以七是好人 他头上必须吃四票 因为他打的六十一里面 假如说六十一里面有隐狼 他们也知道自己狼队友是谁 他们会去投七 如果六十一里面有小狼 假如说六是小狼 拉了六七PK一定投七 假如说十一是小狼 十一拉了六七PK 那外置位的牌 也会跟着十一去投七吧 其实头上怎么会只吃三票呢 没毛病吧 我觉得四不像好人哎 二三四七 但是六号玩家为什么说他是爷爷 他不会是隐狼被投死 他为什么说他是爷爷啊 爷爷是什么意思 跟葫芦娃也有什么关系 我葫芦娃研究了三年了都 没听懂啊 那如果六是个隐狼的话 投六的人也不一定是好人吧 好吧 这是什么轮次 今天是什么轮次 今天四投了十一 十一投了七 七投了六 四七的轮次 因为四号玩家不是在打七不好吗 你前一阵位不是觉得七不好吗 你怎么投到的十一啊 我觉得十二是好人啊 我不觉得十二是狼人出局的 那女巫肯定在场 那女巫就抱抱抱饮水呗 就是只能一十一里面开女巫 才能读到这个十二 因为十二让一吃毒 十二投的十一 只有他们俩里面开女巫才能读十二 对吧 那如果十一号玩家起跳女巫 四也投的十一 为什么全场没有人聊四号玩家呢 因为我的发言是保了十一十二的 如果十一十二里面真的有小狼 那敢打我的人就只有好人和隐狼 只有真的隐狼和好人才敢打我 是吧 所以保我的人我就觉得一般般吧 好吧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四七的轮次吧 你信了什么外哥 八号玩家起发现 四七的轮次 因为从刀路上来说 可能六走的是狼吧 我觉得 而且像小狼走的 因为不然干嘛多久呢 如果六是个白牌狼队 赌到应该去砍平民吧 砍九的话比较像六是小狼走的 而且六如果是引狼走的 他最后也没传递信息 他就说二三七里读 连一个明确的读位都没给 所以从起来的死讯上来看 我可能偏向于六是狼走的 如果六是狼走的 那七昨天投的六七就变成好人了 对吧 再听一下七号玩家发言吧 也不从刀路上去保死 四 昨天 跟我一起投的十一 我说一下投十一 因为十一号玩家在那位置 把一都保了 你保一的理由是 一是个狼不能打十 但就像十二说的 一的发言很夸张啊 他说 推十去验你十一的身份 这个发言怎么能直接给好人呢 你的意思就是 他是个狼 匪到极致不相匪呗 那我肯定不能接受这个逻辑啊 所以你保一我就投你 就这么简单 因为前周围 所有人发发言 我觉得最像狼的是一 当然一他现在十二死了 他可以是女巫 但是就单独的发言来说 我昨天不能认为 他单体发言是好人 你有保了一 我就投你了 就那么简单 10号昨天 我是有怀疑 他是尹郎 今天 他昨天单票投四就还好 因为 如果我们以六是 当然不确定六的底牌了 但是我认为 今天刀行 更像六是红狼出局的 如果六是红狼出局的 十号人家是尹郎 能看到红狼的号码 他单票一票四 好像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十可能跟我 一样就是单纯的好人 就是胆症 十说四七PK 再听听七吧 我是觉得从刀行上来说 有可能六是狼走 六是狼走的七是狼 身份做得那么狠 昨天投六 投六的牌 昨天是二号三号 七号九号 所以如果确定六是狼走的 那二三七应该都能排掉 那就在外周一头 对吧 但是也不能用刀口就马死了 六一定是好人 有可能找不到外周的四名 刀了九来 慢慢推 有可能 想一想 六的一眼有地话吗 主要他如果是尹郎 他得地话 他是尹郎 爷爷 这是什么地话 我反而没听出来 我可能从刀行上觉得 六可能是狼走的 所以我认为七的身份就还行 所以投六都还行 但这条逻辑是六是小狼走的 也不一定特别成立 听一下吧 然后没办法 咱俩一直前这位发言 就很 很难受 也还是没法订票 还是没法订票 就就就 七号晚再拉一个人PK吧 好吧 来吧 各位大木老师 人机票掉到第十一名了 掉到门外去了 大家抓紧身 送送人机票 感谢大家送出了人机票 谢谢大家 七号长请发言 你俩有什么难受 难受的不是十一号吗 他八八的 他八八的定票出人 他也不知道出谁 我听十一号发言 我没有觉得十一号像狼 虽然说十一号投的是我是吧 我记得 那什么意思 你们倒是跳身份 也不跳身份 那这升推局不跳身份 我们这些好人怎么能投 我都不知道 我投的六是狼人还是 还是什么 我就听十一号人家发言 挺像好人的 他说六七PK 那我自己底牌好人 我先把六赶出去 那只能把六当狼打 他说要让女巫毒我 那这不是六号就不好吗 那他要是好人 那也没办法了 确实我投了他一票 但是 但是我为自保只能投六 对不对 我为自保只能投六 为什么没有人觉得 我像女巫 怎么能让我拉PK 你没有觉得 我像是开出我知名毒药 毒到十二号那个吗 我井上就打十二号是狼了吗 没有人判我像女巫 那你们不判我 那我也就不跳了 但你们后边得跳 你们平时不跳 你们八和十不跳就算了 谁要投 你要不也得跳一下 你平时投我 你说六七里PK 你自己是好人 就投六不就完了吗 是吧 这个东西很有讲究 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 九号人家是单边雄 我们七八九十 四个人连着 那出狼的位置 这一定在六和十一里面 大概率会出狼 然后我还打了十二 你看我至少跟女巫 想到一块去了 五号人家也投的我 四号人家投的十一 但是四号人家发现说我不好 你说这我怎么弄 我们从六号人家 正常的一个狼人的角度来讲 他保了二三 不他说要读二三七 二三七确实有可能好人 那有没有可能 六号人家是个被投走的好人 也有可能 他也懵 谁知道六号人家最近 反而也不是很稳定吗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定是狼 但是在我的角度 他肯定得逮是狼 因为我投的他 他说要赌我 所以我就认他一定是狼 但你们不一定能够 确认六号人家一定是狼 你说这个位置 那今天就是再次将重任 交给十一号玩家了 你这运气真好 今天真的是给你表现机会 你就再归 别归我就行 我们拿六当狼的话 那二三确实有可能能排 那坑是谁 一四五 进坑 如果十一号是好人 一四五进坑 那你真得挑身份 你们一四五真得挑身份 你不跳身份 我就投你们 谁不跳身份 就投谁 三十秒 或者让八号人家 让我拉PK 那我就拉一四五里面PK 我就跟一号四号五号里面 那个PK 他们好像都没上了 都两个人投十一的 一个人投我的 我如果认为十一号玩家 底牌为好人的话 那一四五投的都是肥票 是吧 我没记错 因为四号玩家 好像是投的十一 我特地看了 四号玩家没投我 投我我没了 所以 所以我 我目前我拉的PK位置 是一四五 然后明天 不是 三号玩家好人 靠你了 你这个发言位 我就靠你了 五号玩家 请发言 真是奇了 怪了 六十郎的话 狼不充七 给的莫之为六七PK 咋了 能看到六 看不到七 怕七坐在旁边 是个隐狼 给大哥投了 晚上开不了播 神情 为什么不敢投七啊 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 七号玩家不是平民 但是他 他就是不是 他没跳身份之前 我才投他 等到他跳了白痴了 我倒是不敢投了 我觉得他还得分辨 我真觉得他不是平民 但是他跳女巫 也没报应水 然后就跳了一半 又 又弹回去了 六的遗言 我都没觉得 虽然我投的是七 但是我都没觉得 他发言一定是好人走的 因为这个我同意 八号玩家 这个你是按照刀路来 因为六号玩家 走的时候是 因为他好人 反正他是被投了 照得了他还是会 像平时一样 有一点气氛的 他就说 大家投我 反正你们 就这水平就没了 而且我觉得 我听二是 我想想 干票行呢 我也不能说 二一定是那个 我听二自己发言 是好人 因为他没什么攻击性 然后呢 六又说 二三 七都是狼 那七身份 跳到一半 只是我有一点 没搞懂的是 你看六号玩家 为狼人 可以 你是你们投对了 那好人正好帮我 帮就是大家 找了个轮次嘛 你们把六投出去 但是给的是六七PK 无论十一是什么 大家都认为 六七里有狼人的话 肯定是 只要小狼能看得到六 一定是去投七的呀 你管七 有没有可能能开箱 先投了再说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只有 六的同伴 就十一一个人 而且七这轮 也不说十一是 他说十一号玩家 你很纠结 你就去投吧 十一也不可能成立七啊 因为十一投得起啊 这票应太奇怪了 干干 怎么会这么奇怪啊 三号玩家我没觉得像好人 你三也是好人 七说十一是好人 八十是好人 自己是好人 然后三也是好人 二也是好人 所以今天真是一四五 我自己是好人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 十二是不是一定是狼走的 十二是一定是狼走的 紧推确实是在先的 那个十二是好人走的 紧推哪里在先了 我是平民 怎么说 四号玩家 跳呗 反正都这样了 大家也是一个谋人两可 我觉得 我真的是 我不是因为七打了六 我真的是觉得七真的不太像平民 然后呢 我觉得莫志卫发言的时候啊 我没有听出 三我觉得有一个近一个位置的 然后十一号玩家呢 无论你这局游戏是不是狼 我觉得你刚才莫志卫发言 起码我觉得是好的 就因为你发言好的 所以你说六七PK 那我就在六七里投 这样的话也不会分票 那我就会认为七号玩家先有的攻击 所以我会先投七 我是这样子想的 然后他这一轮也没跳 你后面就说 有可能他想挡刀吧 那就有可能我会投错他 我想想啊 二我不会投的 除非你这轮爆狼吧 好吧 然后那个一如果你跳了身份 我就不再把你放进位置 不然的话 一三四里面 我觉得 我有可能会投 好吧 其实既然七都没说十一是狼 我想一下投吧 过了过了 这票型想不通 过了 最好 我真的会交的 但是我觉得票型会分成这个样的 应该就是跟隐狼能看到三个狼同伴 三个小狼看不到隐狼有关吧 那个为什么我昨天说六七里面七没有很好 但是我没有说七一定是狼啊 我只说单听发言六七里面六的逻辑上 对于八跟十视角的拆解是跟我听的差不多的 所以我说六七里面可能七会偏不好一点 但是当我听到十一号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十一更像狼 所以我就投十一了呀 然后我投十一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十二号玩家 八号玩家 我们三个人投的嘛 十一我听他像狼的点 主要在于十二号玩家那个位置发言 没什么问题啊 十一号玩家你是被七号玩家拉的六十一PK的强队里面 你只要觉得六是好人 你就会投七 你就会定死投七 但是十一号玩家的发言是 今天不是你的轮次 你觉得轮次在六七 那么你觉得轮次在六七 就等于说六七里面都有狼面 那你如果认了六像狼 你就会认好七 你觉得六像好人 你就会觉得七是狼 因为你自己是好人的话 六十一你们双好七 就是一个狼在点你 今天七号玩家的发言也很奇怪 因为昨天的票是五六十一三票 投在你头上的 然后你直接保下了十一号玩家 然后攻击的是一号四号五号 首先我不觉得十二号玩家 那个像狼 所以那个 昨天十一号玩家 还有攻击过十二号玩家 然后三号玩家 昨天的发言是 九号玩家的发言不是很好 不一定可以做单边熊的 那这个位置 三号玩家如果是一个狼的话 他干脆起跳好了 就是他这句话 让我觉得他不是很像狼 然后十一号玩家 那个位置说 二号玩家 六号玩家有一句发言 不是你听的那样子 他还纠正了一下 那他怎么知道 二号玩家就是好人呢 就是他说六号玩家有一个发言 是二号玩家打错了 那二号玩家 你觉得六是好人 你要投七 二能不能是个狼 十一号玩家也没有在攻击 好像在开眼保二号玩家 所以我是觉得 二号三号不太像狼 然后我是听十一 是单题发言的狼 然后今天七起来保了十一 这个保 我觉得很奇怪 我会再更新一下十一的发言 然后会投票的 我身份先不交啊 这个我觉得票分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八十号人 十二十号人 我们三个人投十一 应该是听住十一 这个逻辑上的谬误吧 所以我是听十一比六七更像狼 所以我今天投十一的 三十秒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咦呀 我是女巫啊 二号玩家是饮水 所以投六投出去了 那我总觉得投的是对的咯 一个饮水 一个女巫 一个熊 一个七 投了个六 六倍飞走了 那六如果底牌是好人吗 就跟你们的逻辑一样 六头上不得起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票嘛 对吧 我饮水女巫跟那个 然后我读十二的原因呢 是我觉得十一没有很像狼 我就单听 虽然十一都攻击我了 但我就觉得十一起来说 那就我是好人 所以情愿六七 六七里面投 他自己还投了七 十二投了十一 那你想十一底牌 如果是个狼人 他六七里面 如果有他的同伴 他们他想归期吗 他就归期了 对吧 他凭什么 就是他比如说十一 底牌四个狼 他知道六是他的同伴 他这么放心大胆地说 让六七PK 然后自己带着狼去冲七啊 然后自己投上还吃了三票 也不太像嘛 而且七起来 今天还保了十一 对吧 我是单听十一发现 没有觉得很像狼 那十二号玩家 那个位置 攻击了 投票投了十一 七点十二为狼 十二也不投六 也不投七 去投个十一 投十一的逻辑只能是 他认为十一拉了两个好人上PK了 就六七两个好人 十一是个狼 十二才有资格把票投在十一头上 对吧 所以我觉得十二的这个行为 我就不太能解释 我就把十二读掉了 然后今天起来呢 我觉得七号玩家 那五号玩家 你今天起来 为什么不打七了呢 你昨天你如果是个好人 你昨天投了一票七 十一投了一票七 今天七还把十一保了 那不是七不得是狼吗 在你五号玩家视野里 你怎么会反而打一三四呢 对吧 四号玩家你也是 你去攻击十一 就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视野 我其实还能理解一点吧 说十二是个好人 因为你觉得你跟十二跟八一起投的十一 然后你觉得七跟十一 但七跟十一怎么做两个狼啊 七跟十一两个狼 一个狼投自己狼从卖 因为他们没找到大哥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好像逻辑也不成立吧 对吧 所以四五发言好像 就是在我这里听了 好像四五发言就是 逻辑上很不闭环的呀 投的话我可能会投五号玩家吧 五号玩家 我觉得你昨天投七没投出去 你自己底牌是个平民 接着投呗 怎么今天起来变一三四了 七说 七说一四五 你说一三四 那你到底觉得七是好人还是狼 那你昨天投他干啥呢 好吧 那我就投一下五号玩家吧 原来起来 我就牺牲了 牺牲以后 就不是我操心的事情了 八跟十里面总归有一个好人的嘛 让那个好人说了算嘛 行不行的嘞 那咋办啊 因为如果四五六是三个狼 如果比如说我认为十二读出去四个狼 那就四五六十二是四个狼 我得相信自己读出去的那个四个狼 对吧 各位大目老师 二十点三十五分了 人际榜 打榜的时间已经过半了 我们现在调到了第十二名 又调到门外去了 希望大家都能帮我们送出人机票 感谢已经送出人机票的 2015名 大目老师只差三百人左右 我们就可以突破当剑排名了 感谢大家送出人机票 谢谢大家 二号 二三就不用跳身份 你的那点小心思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就想迟到 不想打身份 真的 我用得着你跳女巫吗 而且我还是饮水 要外置位 比如说四五里没有饮水 跳就可以了 你是女巫 我是饮水 你跳出来 你真的太夸张了 我希望狼别叨他 就留着他 然后我底牌是个好人 上一轮的话 我是听五号 我是听五号玩家比较像狼的 但是这一轮我是觉得 四号玩家比五更像狼 因为六走的时候 他明确说 他觉得十一是好人 七这轮也保了十一是好人 六七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人 都说了十一是好人 那十一这轮 你就打不动 而且 你看你是女巫 你要下舞对不对 五号玩家嘴上说 我觉得七号玩家 可能可能不好怎么样 但是他这轮是交了身份的 说明他是 可能觉得自己 有点投错票 但是四号玩家 是完全不交身份 他说我就不交身份 我觉得我没有投错票 所以我是觉得 四五里面 四比五更像狼 而且十一也去点了 四号玩家 你觉得十号玩家 是不是狼吗 对吧 你觉得十号玩家 你可以参考十号玩家的意见 我是觉得 这一轮十号玩家的发言 没有很像很像 因为他在拿那个票型说事 我觉得昨天 应该是狼人分票了吧 他们 自己定的六十一六七 然后他们自己分票了 我是这样想的 然后至于我昨天 没有强大六号 篡改发言 十确实是说了 他说 熊 要不然你就别跳了 我们打声推 我觉得他前面肯定是开玩笑 但是他后面说了一句 他说 如果后面有连老的话 熊是肯定会对跳的 这是十号的发言 到时候他下一轮自己会说 对不对 那我觉得 六最先打十的点 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对吧 然后 我觉得六海嘉是狼 我就投了六 昨天其实也想投十一的 我没听证十一 但是毕竟十一保了一二嘛 我自己是好人 他是个狼默之位 我好感的话 没必要保两张牌 我昨天也没有觉得 我没有听一号玩家 很像很像狼 虽然他说的那个逻辑很表面 但是在他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逻辑 没有什么问题 直到十二发言之后 我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 但是当时在好人的视角 我觉得他发言还可以 所以 我觉得十一保的位置至少 还行吧 然后我就投了六号玩家 然后 张雪 今天可能我会下四吧 前之未听的 最像狼的是四号 然后明天 明天一五十再盘呗 我过了 一号呢 请发言 二确实是饮水啊 你先别冲着他说话了 他是狼 你应该不是 是引狼或者自刀狼吧 因为你看 我觉得你跟三 不是很像见面 你的发言 然后呢 我现在确定六是好人了 因为三号昨天投了六号 你们就想 是我能读到十二 还是他能读到十二吧 因为昨天 你看他 他今天发言是 他说他觉得十一是好人 十一昨天投了七 他自己投了六 十一说让十二吃毒 他凭什么能觉得 十一是好人 去读十二 所以我在想 七有没有可能是引狼呀 因为他 因为我没吃刀 吃刀的是九号 然后今天起来 你看三还需要跳女巫 七号今天的发言 我觉得很奇怪 他说 你们前面怎么不跳身份呀 首先 那个八号十号是金水 吃刀的是九号单边熊 为什么八号十号需要跳身份 然后他说你们一号 四号五号 谁不跳身份 我投谁 他自己都不跳身份 凭不让我们跳身份 然后他说十一是好人 十一昨天投他 那狼去哪了呀 对吧 他说十一是好人 昨天他投上的票 就只有五号六号 那四号和十二还投的十一号 我觉得十二肯定是狼 昨天我正不知道读谁呢 他说明天我活着 我就是女巫 那我肯定读死他呀 而且我说的 而且八号 我跟你解释一下 我说的是 我说这如果在外面打 我只是最后不知道 找不到狼了 我说开个玩笑 我说在外面打 我们把十投了 我们验下十一的身份 我说这张桌子上 我不敢 我不敢 我肯定不敢呀 所以今天投就投三号 七有可能是隐狼 三肯定是小狼 这不用优先出隐狼 小狼什么的 这都一样吧 因为十二是狼 六是好人 九是好人 现在长生还有三个狼 我觉得十二肯定是狼走的 我觉得他是好人 发不出来这种言 而且我没有觉得十一是狼 你看现在七号 野保十一号 十一号肯定不是狼 所以就先投三号 然后你应该 你是狼也只能是隐狼 因为我觉得你跟三肯定不见面 你今天起来说狼 千万你们留着他 别杀他 你肯定跟三号也不见面 但你昨天票刑是投错了 我是觉得 那就七是狼 我不觉得十一是狼 因为 那就是三七 外面还有一个 那昨天投在十一头上的 我觉得十二是狼 而且你今天说投四 三说的是投五 你看我肯定不能是狼的原因是 三号今天起来说投五号 我昨天警下发言说五号是狼 然后我投票投到十二号 所以我跟五号十二号都做不成狼头吧 所以投就投三号 我觉得十一号你是好人 就这样吧 我投三过了 十一号你让谁发言 我真是倒了血没了 反正大家 投六的投六 投七的投七 投我的投我 外追分票 投四的投四 最后错了 只有我一个人 反正 然后 反正投我肯定是不讲道理啊 就甭管是我保没保一 保没保二 他保了我和十二 那觉得我是狼 他就是隐狼 对吧 那六七有没有狼 除非觉得六七没有狼 投我是正常的吧 那我是好人 我的视角就是六七PK 七说六十一PK 他是好人 六就是狼 那六说觉得七是狼 我自己是好人 就是六七PK 有啥问题吗 我拉六七PK 我是狼 我不是肯定有倾向性 我就归谁 归票不归吗 我还能做狼吗 而且六七互投的 都说我是好人 我总是好人了吧 那四号投我不得是狼吗 我还是觉得一是女巫啊 我不觉得三是女巫 没觉得 七号如果你在装大哥的话 那我真的是分辨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票型出来 六七好像都跟小狼 对不见面 因为我自己是好人 然后 头七的只有五六两票 对吧 然后 那头六的 九号是单边熊 也只有三票 还有人外之位非我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狼人 分辨不出六七当中有大哥 所以外之位投的我 十二不是说了吗 是我拉人PK 因为他不知道六七 谁是大哥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七是 设想啊 六七十一我自己是好人 六七都跟狼队不见面 七号拉了两个好人上PK 小狼会不会觉得七是大哥 肯定觉得七是大哥 对吧 那他们就会觉得 我拉六七PK 他们可能需要冲六 但是六号玩家出局认了平民 有可能狼会觉得 七号是大哥 不会归平民 这没法盘 因为如果有好人装大哥 我肯定是思考不到 我的听感就是我是好人 其实说六十一PK 那就六七有狼 那六七一定有一个狼 我就在当中分辨 我也可以投错 然后 那今天肯定是一三PK 哥们也不归票 大家自己投自己的 然后四是我听得肯定的狼 你投我的理由 你说 你又觉得七是狼 又觉得我是狼 我还去投棋 这太夸张了 我都想直接归四 但毕竟一三对跳了 是肯定有狼 那四号可以犯错 好吧 所以就拉一三PK 没了 我觉得十二是狼 我说实话 我三我都不觉得你能读到十二 因为你觉得你投的六是狼人 那投七的只有五六十一 我是好人 你就读五 你昨天你自己发言阶段也说了 我昨天觉得五是狼 为啥能读到十二 因为听我是好人 那你听七是不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三不太想 我自己的倾向性 大家自己投自己 我也不归票 我归一三PK 肯定有狼 没了 过 苏安家发言请述 苏安家请带推座 特别准备 本球期请会流失 苏安家请自由投票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 四号 五号 八号 十号 十一号 投票给三号 六票 二号 三号 七号 投票给一号 三票 三号安家 六票出局 请发表言 八个人 十两个 投三 我想 怎么 怎么跟你们聊 聊呢 不十一号 我还是觉得你是好人 但你真的有点 我正是因为觉得你是好人 十二投了你 我才去把他读了的 你能get到这个点吗 就是我是一个 逻辑的 我看完票行出来 我觉得我是女巫 她是饮水 六七里面 加上一个熊 所以我觉得我们投出去的六 得是一个狼 那我是不是觉得七是好人 七是好人 十二在六七里面没有分辨 他投了你 但我听你发言 又觉得你是好人 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归了六七PK 但是你投错票了 但十二又把票打在你头上 我才读的他 能理解 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就是 就是我接纳一个 你是一个好人 投错票了 我去把一个投你的人 我觉得他应该能 也能听出来 你是一个好人 但是投错票了 但他没听出来 他也没在六七里面去做分辨 所以我把它读了 结果你竟然起来说 我不是 那我就有点伤心难过 那一起跳目的是什么 是因为 那我跳了女巫 二作为饮水 在这里归四五 那是不是 就是二 三 七 八 十 因为九是个吃刀熊 我们变成五个好人 剩下的位置 七又把你保了 那不就只剩一四五了吗 归四也是狼 归五也是狼 除了我读的十二 可能是个好人以外 那不就是一四五三个狼吗 所以一号玩家 如果他不跳女巫 那不就归四也是狼 归五也是狼吗 所以他只能跳女巫 直接来这归我呀 你们相信他的点 只是因为他昨天投了一个十二 所以他就得是女巫了 但是确实我昨天也被鲸鱼骗倒了 我只能说 他这把狼玩得很秀 好吧 我只能说 现在这个 我出局以后 那鲸鱼 但是我不觉得 你能找到最后两个神 但是我觉得十二可能是个神 被我堵死了 我是这样觉得的 狼应该就是一四五了 就是一四五 至于谁是那个 谁是那个尹狼 我也懒得分辨了 对吧 那你觉得他是银水 那我们狼缺个脚嘛 你还觉得十二是狼 那我们昨天投出去六 不得是个 投出去的六 不得是个好人了吗 对吧 因为七投的六呀 我们投的六 得是好人 我们还砍个 砍个什么九干啥呀 那他一不是早死了吗 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是不是一定错了呢 好吧 我是个女巫走的 我认为狼 剩下狼应该就一四五吧 别的 可能是我发言不太好吧 过了 三号砍加线结束 收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天黑请闭 二十点四十七分 我们马上进入到本小时 最后十分钟的倒计 时间短了 各位大毛老师记得收塔 我们今天的成绩不错 当然后面十分钟 各家主播都会抽得很猛 大家提起精神来 注意收塔了 感谢送出人机票的 两千七百零九名大毛老师 谢谢大家 老二请张言 老二请选择击杀目标 老二请选择 老二请选择 引狼去睁眼 静眼可得到状态为 请选择击杀的目标 引狼去然请选择 女巫请睁眼 静眼 刚换搭配击杀 使用其妖精给出手续 使用胡椒精给出手续 女巫去然请选择 女巫去然请选择 猎人请睁眼 请选择击杀 猎人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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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玩家请选择 三二一天亮了 昨夜熊没有咆哮 二号玩家找牌 没有遗言 是有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二号玩家请灭灯离场 本九七请会流失 随机点数一一由 一号玩家开始 正式发言 四号玩家做完准备 一号玩家请发言 倒牌了 不是等会 我昨天以为狼是 二号 三号 七号 十二号 为什么二能倒牌啊 首先我肯定是女巫 我是狼我也不跟你们演了 对吧 我是狼我投的十二 那只能是一号四号五号 我们三个狼坐在这儿 找你们一个猎人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如果他是女巫的话 熊也没了 一个一个猎人 一个我们就随便拍刀就赢了 所以我不用考虑 我是不是女巫的问题了 我肯定是女巫 然后三是一个狼 先投七号呗 那这票怎么不见了 你看十二是确定狼 三是狼 二吃刀了 二是吃刀了 七是狼 剩下那个狼 没有 昨天没有跟他们投票吗 隐狼不是见面吗 他们大小狼不是互相见面吗 为啥不跟他们冲啊 觉得冲不出去吗 我觉得七是隐狼的原因 是第二天就有吃刀了 他可以第二天杀我的 对吧 第二天杀我 我虽然投的十二 我都不一定开读 对吧 我要是不是很确定的话 所以我觉得 这是昨天七号 有可能是隐狼的原因 哎 我真的以为狼是二三 二三七十二 现在还要找一个 那先投起吧 先投完七 然后再说 因为六不可能是狼 三投的六 而且那天六七PK的轮次 六七PK的轮次 六身上起了四票 七身上起了三票 有什么不敢投七的呀 狼为什么不敢投七号呀 而且四五是两个狼吗 我是第一天听五是狼 是因为五说七是狼 但是他跟七的观点是一样的 现在我确定七是狼 五就不能是狼了呀 五不是狼 第一天投七的都不是狼 第一天投七的是 十一五六 十一也不是狼 狼去哪了呀 对吧 你现在十一你还觉得四是狼 三也觉得四是狼 五也不是狼 合着投在七脑袋上一票 就六一个狼 所以怎么可能啊 六七PK十一是好人 那狼肯定冲七号呀 不杀我 是什么意思 你们刀也够呀 二是 你看 所以我说他有可能是小狼 他 不是他对 那个有隐狼 他没有刀 那你们推也推不动我呀 对吧 我们三个狼 就直接都拍干净了 好 先投七啊 我过了 人气票最后的九分钟时间 各位大幕老师 第一张人气票没有送的 先顶一波啊 我们要守塔了 感谢大家的人气票 四号呢 请发言 呃 我是好人 然后昨天在那个一三的区分里面 主要还看票行吗 因为呃第一天出六的是二号 三号 七号 九号 投的六号玩家 在三的视角里面 呃 他投出去一定觉得六是狼嘛 他会觉得他的团队二号 七号 九号 因为九是熊 觉得六是狼的话 那么他的读应该会开在 头七的里面 因为他会觉得七是好人 六是他投出去的狼人 那就是五六十一 那六出局了 就是五十一里面会开读 他认了十一是 因为他发言说十一是好人 他这一评读 读到十二 我觉得 我是因为这个投的三号玩家 但是我单听五号玩家的发言 就是这个锦上点的一样 我觉得五号玩家像狼 那五号玩家这一票也投的三 所以我 我这个时候是有点拧巴的 还有就是昨天七号玩家的发言 昨天七号玩家 他投出去六 他觉得不是 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不是狼 然后 五六十一投的七 他觉得十一是好人 他点的身份是一四五 开狼 他也没有去点四五号玩家 我是基于三号玩家 是一个假女巫 因为一是那一票 单票挂十二的 我觉得他更有理由读到十二吧 所以我觉得一可能是那个女巫 然后那个三号玩家可能是个假女巫 三号玩家是假女巫 二是云水 所以得 是得砍掉的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因为我第一天单听十一是 是一个狼 所以我投的十一 嗯 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 我还是觉得一号玩家像女巫吧 所以我 可能今天会 再听下五七的发言 我会在五七里头 我再听下五七的发言 如果我认一是女巫 我可能会投七吧 我过了 人气票掉到门口了 各位咱们老师充中板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真是奇怪 那怎么也是少一个狼呀 你看一四 是一组的对吧 一四 六 因为三头都六嘛 一四六十二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坑位一组啊 然后还有一组是什么 三 四 七 十二 因为外出位 二是好人呀 我五是好人 八是好人 十没人打了 现在咱们也不去盘了 十一也是好人 七也说你是好人 那咱是不是坑位里怎么 好歹是也有一个四啊 如果四不是的话 那狼是哪里 那还有一个狼在哪里呢 对吧 三有没有投的六嘛 你认三是女巫 六就是狼嘛 那一四六十二嘛 因为三女巫就是一四六十二 只能是这样子 因为其他全是好人 四不可能不是狼吧 那还有一种 就只能是 对啊就反过来呀 那三四七十二啊 只能是这样 如果十二和四里面不出狼的话 狼就没了 因为我自己是好人 你看我是好人 非常简单的一点是 第一轮我投了七 我是真的觉得六七里面有狼人 那我们就是十一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 他最后归了六七PK 我认为里面有狼人 那么就在简短的发言里面 我们去投一个 我投了七 发现票刑是六号玩家出局了 我也有思考 然后第二天七 有暗挑了一个女巫 后来他说我不是我不是 就过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在想说七号玩家 有没有可能是挡刀 或者是什么情况 对吧 因为歪客经常有这种好人操作 所以我会认为 作为一个好人 如果是狼就一定会认为七 我就一定会打死七号玩家 而只有好人才会想说 前一天我们有没有可能投错 所以我认为 其实十一号玩家 那个正常我昨天是会觉得 四号玩家是狼人的 嗯 或者你有什么意见 你除非把我塞进去 重点是我不是狼 所以又就是因为我不是狼 所以我就觉得 四跟十二是要开狼 不然我们也无法进行到这里 对吗 是这样的 二 我不知道我三号玩家 投的一定对不对啊 但是三号玩家首先 我一开始是没有打过三号玩家的 对吧 发言里面 十一号玩家 我记点好人的时候 十一也打过三 我觉得三第一轮发现是怪的 回来的这一圈 我只是说 你看七说 那你们一四五跳身份 我说那狼在一三四里面 他们也不能认为我是狼人 对吧 而且我跟一四根本不认识 但是 我认为四号玩家像狼的 四七里的轮次了 自然是这样子 好吧过掉 人机票最后三分钟时间 第十一名追上来了 各位大门老师 我们抓紧手手塔了 最后三分钟时间 感谢大家 人机票 七号才几八页 哇 这盘想赢 我还要把四五给保了 四号和五号 这盘可以说是一件好事没干 我还得保他俩 才能出了你 我不保他们两个 你都出不了局 这么厉害的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为什么不出局了今天 狼人是不是第一天 选择砍了九号一张神牌熊 是吧 这个狼人想赢 他是不是得敢砍神 你们认一号玩家为一张名女巫 他不砍 他凭什么坐在那呢 三号玩家如果是我的狼同伴 三号玩家被扛推在白天了 晚上 这把一号砍了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要砍二 你站在狼人的视角里面 二号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大哥 都不好说呢 对吧 怎么敢砍二 为什么呀 为什么四五到现在不回头啊 你们怎么认下三号玩家 是狼的呀 我都惊了 六号玩家 是什么走的你们没有听出来 你们能不能回忆回忆十二号 第一天的发言呀 十二号第一天在后置位那个时候 他已经地化他的狼同伴去充十一了呀 其实也没到也没有那么明 也没有那么明确 所以我会怀疑狼人是 我当时怀疑投十一的都不太好 包括一号四号 我记得也投十一 一号四号 八号十二号 所以我当时我只能投六 因为我们认十一号玩家 因为好人我就只能投六 我也不用管六号玩家出具事实 那没办法 PK这个PK就是这样 PK就是你当你发现自己是好人 你就无脑出对面那个 四号玩家我认为好的原因 是因为四号玩家发言 不太像狼人 就是因为好人会有那种怕错的心理 你看他这轮还要出我 我还要保他呢 万一我保错 你看这四五里面我保错了 我不是显得很夸张吗 对吧 但是因为我判断的狼有可能一号玩家是狼 八号玩家是隐狼 因为我觉得八和十里面十一定是好人 十第一天自己分票四的 然后你们又会想了我们这排是抽牌 哪那么巧 那这东西你说不好 我只能打白 因为八号玩家也投了三 这就是也很夸张 我眼里面的三号玩家怎么当成狼的 我也没太理解 或者就是你们都对了是我一个人错了 一三一三里面我分辨错了 我可能一号玩家真是女巫 他们也理 那问题砍二是砍的什么呢 砍的是白痴吗 好像很难吧 只能砍一吧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能出一 我认为狼人 你们这么想 一号玩家跳女巫了 他跳女巫了 他不吃刀这个事怎么解释呢 就是我不理解 就是四号和五号 这个事有可能我错 但是四号和五号 你得告诉我 为什么一号玩家不吃刀 那你们的发言就会 提二号玩家 你们认为是一张白痴牌走的 所以一号玩家才能不吃刀 这个是吧 那四五号没有聊 五号玩家聊的是 他找不到最后一个狼了 那八十里面有没有可能出狼 有可能 这板子不是四狼加 加什么这个 它是三狼加隐狼 有可能 我们不因为说出牌了 他就不一定会有 身边就没有隐狼 这都不好说 对吧 所以你们要么就给我盘二号玩家 底牌为白痴 你们认为一号玩家没死 要么你们就只能投一 是这个意思吧 八号玩家请发言 谢谢小机械JY的头师 那七就是隐狼呗 再跟小狼传递我的身份 是吧 没关系 嗯 那我偏向于最后的两个狼 就是四号和七号了 因为七号玩家找错 那个四号玩家找错隐狼了 一直在打七 所以七就能把四给爆了 是吧 嗯 四七先出 因为四不可能是好人的 因为四不太可能是好人的 更差的情况就是 一四七是三个狼 因为四昨天投的是三嘛 我们都觉得 其实读十二的牌里肯定是一比三更读得到十二 而且第一轮投票的时候 一号玩家的票是投的十二 那一轮 那一轮的票行李十一归的是六七PK 那么七号玩家这轮的发言就肯定不能成立 因为七号玩家你打我说我是隐狼 那我是隐狼 一六就是两个见面的小狼 一六是两个见面的小狼 一六是两个见面的小狼 十一号那个位置归的是六七PK 他怎么可能单票十二呢 你还说十二是狼 七号玩家这轮的发言就是暴飞发言嘛 对吧 你点的四个狼可能是一号六号 八号十二号 那也就是说我是个隐狼 因为现在我是胆症 我只能是隐狼 对吧 那么见面的小狼就是一六十二 那试问十一号玩家作为莫注意的一张好人牌 还归了六七PK 一号玩家作为一张小狼 能投自己另一个小狼十二号玩家吗 不可能啊 一六十二是永远做不了三小狼的 所以七号玩家这轮的发言就一定是狼 再跟小狼传递我的信息 还有两个小狼 反正我是我这轮是无成本投七的 我是一定会投七 但是七外之位的那个同伴是谁啊 三号是一个 七号是一个 七投了六 六不太可能是 十二是独队的是一个 外面还有一个 比较像四 但是四昨天又投三 这个就是很矛盾的地方了 因为如果七是那个隐狼 三四就是两个小狼 对吧 所以昨天看完四的票行 我在想自己有没有投错了 更差的情况就是 一四七是三个 一四 七号怕一四找不到最后一个身份 点我 三十秒 你今天就拉七八PK吧 好吧 你们能扔下我的发言就投七 因为七号玩家点的四个狼坑是 一六八十二我是隐狼 那么第一天在十一号玩家拉六七PK的时候 一十二的票一定都会打在你七的头上 而不是十二分票是一投十二 这个票形上就说明一六十二的三个小狼坑是绝对不可能成立的 好吧 我这条逻辑我觉得可以投七应该是没有问题 发生到十号要请发言 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听懂了 他肯定是四把二当猎人打了 到了想让二就把一给崩死 是这个意思不 三怎么当女巫呀 三是女巫 他这下十一他会读五的呀 二是他饮水对吧 九是个熊 再加上七四个人投了六 他肯定觉得六是板狼 六是板狼 跟六一起投七的人 他肯定读五十一 他怎么读到十二的 我觉得他读不到十二的 歪哥拿我们当小猪 他说八是隐狼 一六十二是三小狼 一投十二 十二投十一 十一归了六七PK 你七投上不吃票吗 不可能啊 就是一六十二当不了三个小狼 六七都上PK了呀 对吧 一投十二 十二投十一 他俩让陈斌去死啊 他俩是不是让六去死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就不懂陈斌一言说他是爷爷 他到底是个啥爷爷呀 他是谁爷爷 跟葫芦娃有什么关系啊哟 所以我觉得隐狼一定是开在六七里 分票的牌里面有狼 二三七九 四投的十一 我我会投七的 因为我不太能接受一六十二十三个小狼 感觉要笑成这样吗 这么乐呵吗 这么开心啊 我会投七的 而且四号玩家底盘是好人 你看四号玩家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隐狼对不对 我打他 投他 他说我不会跳身份的 你有什么身份 你跳出来我听听啊 你有啥身份啊 你真的很奇葛白哥 你的面部在极度的狂喜和极度的抑郁之间反复横跳 你怎么回事啊 你抽抽什么 一不吃刀 你投了一一怎么都吃不了刀 一就是真女巫他也吃不了刀了 这是实话 一就算是个女巫他也吃不了刀了 一定是外之为吃刀的 因为你投了一 我应该会投七吧 为什么一六十二是三张见面的狼 一投十二十二投十一 只有一个人投你七 我自己觉得不太接受 好吧 过掉 十一号呢 先发一个 反正就七八PK呗 然后 真的不不不 你要硬让我说 一六八十二是四个狼 八是影狼 我肯定结束不了 一发完言十二说一号 他明天但凡起来活着他就是女巫 那人活着 对吧 十二说就读一号 一号单票挂了十二 完十二三说他是女巫 一十二在做身份 然后我是好人 他们明确知道我是好人 我归六七PK 一个投我一个投十二 我肯定相信不了这个 然后昨天七 保的三 我拉一三PK 是因为我觉得七有装大哥的可能性 因为他拉六十一PK 然后狼人 我觉得票型很奇怪 我觉得六七都不是红狼 至少都跟狼不见面 所以票型很奇怪 因为我自己是好人 投七的票只有五六 投六的票带了一张熊 所以我觉得票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七 要么装大哥 把六一狼出在第一天了 第二天还想骗狼 要么他自己就是狼 但是他投完票 投完一 说明他肯定是言行一致的嘛 因为他保了三真的投了一 所以我就不会再思考 因为七今天保了四五 然后八啦 七PK 七也点了八十一狼 所以我肯定是七八当中出 然后 还有啥呀 没啥了吧 一是 没啥了 我都在想鬼故事了 说真的 我都在想七真的装大哥 一会自己是猎人出去说 我翻枪带死游戏解释 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他找的一PK 对吧 不琢磨这些事 那十二现在是双边狼 他必须得是狼 不然游戏没法进行 他拉的十一PK 四投的十一 这个也没问题吧 那我觉得狼会 因为他说十一你就拉六 或者拉七PK 完事了四十二投的我 所以 可能是四七吧 我不知道 七八PK 我大家自己偷 四号玩家 请出票 一号 8号 10号 11号 投票给7号 5票 4票 4号 5号 7号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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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玩家 4票出局 游戏结束 就老人正是图上伙手 老人正是图上伙手 我把你俩俩都好了 你俩都好了 对对对 你俩都好了 又十一回 八十一回 他第一天就是打出 我意思是三号 12投米 一投的12 但是他就是这么说了 他跟我们对话了 肯定如果他是最后一狼 就已经不会放出 好 给各位大门老师来复杂版本 就是熊隐狼版型 熊9号 女巫3号 猎人7号 白痴2号 隐狼8号 狼人1号 6号 12号 平民4号 5号 10号 11号 首页狼人击杀2号 白痴神 女巫妖就起形成平安夜 上景环节 12名玩家 全部上景 景会流失 第一天白天 6号狼人被攻投出局 入夜狼人击杀9号 熊 女巫毒杀12号 狼人92 双死 第二天白天 3号 女巫被抗推出局 入夜狼人击杀2号 白痴神 第三天白天 最后一张绳子牌 7号猎人被抗推出局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图神获胜 我各位正在收看到的节目是 京城大师赛第十四季秘境森林 本节目由经典狼人杀APP冠名赞助播出 大家可以到各大用商店来搜索 经典和狼人杀两个关键词下到红色标志的这款狼人杀APP 经典狼人杀回归 一起来开启一场逻辑与谎言的对决 今天我们的第二局版型是假面舞会 希望各位大目老师能够在我们直播间里卡卡粉丝登牌 然后呢在我们直播间里多多留下关注 我们在上个小时段最后直播于第十一名 但是我们人气值也是达到了近一百万的人气值 有三千多名大目老师帮我们送出人机票 感谢所有帮我们送出人机票的大目老师的努力 我们就明天继续加油 然后一起来冲击人气榜单的前市民 谢谢大家的人气票 同时呢也期待各位大目老师能够到我们的超话互动社区 精神大师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另外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头像下方粉色连接标志里面的 真一社以及真一社女明星两个直播间 还有我们的这外大师小卖部也都已经伤心了 另外呢我们精神大师赛的二创激励计划 仍然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如果各位大目老师平时有二创我们精神大赛相关切片的 这样的习惯的话 一定记得发送抖音作品的时候 带上我们精神大赛系列赛事的标签 相关的资讯可以到我们的官博 找到二创的激励计划的相关海报 来了解活动详情 也期待各位大目老师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多点再来提升我们直播间 谢谢大家的各种各样的支持 然后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稍后是我们的第二局假面舞会 期待各位大目老师能够再来帮我们关注一下 护上小时赛 金氏公安赛 及护上公安赛 几个直播账号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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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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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